特朗普現在他不是提中國是個匯率的抄中國 因為那個問題是過世了 他也沒有把重點放在美國的貿易跟中國的貿易理查 他正好是說中國這個是市場准入問題 投資條件問題 還有中國就是用這些不正當的辦法 就是讓美國把他的知識產權 就是幾乎是免費的 給強制性的轉讓給中國 特朗普重視這些問題都是對的 這個只不過是一個調查